corinacus 正門各位 附中的大同優小朋友 附保父媽 附友 有附中的各位老師大家好 我們今天很榮幸邀請到唐鳳曾委員 來幫我們做一場開放式的演講題 我們熱烈的掌聲歡迎 大家好 叫我唐鳳就可以了 現在因為有手機或請他可以上網 可以點到sli.slider.com 然後下去之後呢 他會讓你輸入聊天室的代碼 代碼就輸入409 然後你就可以進入一個可以匿名的提問 這樣子的一個程度 要小心一個聊天室就好了 那我們接下來 我們有多久的時間嗎 一個半小時 一個半小時 我們接下來大概一個半小時左右的時間 基本上就是完全是大家想問我什麼問題 或者想要聽我講什麼 就直接在那個聊天室上面輸入 然後輸入的方式呢 就是直接打字 然後如果你看到別人問了一個 你也想要問的問題 就只要按讚你就可以了 然後按讚之後呢 我會按照這個讚數比較高的 會輸到上面 然後會按照這個輸到上面的來回答 特別像說 這邊有一位藝名的朋友 已經回答說好的world 那像這樣子就是我會把它高亮度起來 高亮度起來的時候呢 我就會用這個當作主題來進行一個討論 討論到一個程度之後呢 我就會把這個東西修掉 然後我們就會進入下一步問題 那從頭到尾都是這樣 我沒有簡報 也沒有任何這些東西 那如果剛好各位沒有手機 隨時歡迎就是舉手 或者不舉手 直接打斷我都可以 然後我可以把麥克風拿給你 也可以進行現場 對團這樣OK嗎 好 OK 然後我們看到這個打字很快的大喊 馬上就已經輸入了兩個問題了 好那我們就正式開始 那第一問題是說 在一月份的一個端產媒的採訪裡面 有25位應徵的項目裡面 有一位被選認為開放政府的專職聯絡人 那這邊先跟大家解釋一下 這是什麼意思 我們的政府呢 它非常擅長於公共 就是有一件事情來的時候 就可以看到是哪個部的哪一個局的 哪一個科的哪一個什麼承辦來做 這個是非常非常擅長的事情 那但是呢 合作呢 就沒有那麼容易 所以呢 這件事情就會導致說 當新的一件事情發生的時候 其實如果一下子分不到哪一個特定的部會 好像說電競 好了 那這樣子就會有可能長達六年的時間 因為可能三個相關部會都覺得是 現在有相關部會的事情 所以呢 到最後就沒有人當承辦 就會發生這樣子的情況 那開放政府呢 是我們現在在推行的一個想法 這個想法就是說 我們希望把政策在決定的時候 不是到最後一刻才讓大家知道 而是在政府才不知道要 該做什麼的時候 然後電競到底要幹嘛呢 的時候 就去爭取大家的意見 然後呢 就去讓大家知道說 我們現在在想哪些事情 那比方說 如果我們現在到esport.peace.taiwanpeace 是我們小組的網站 到esport.peace.taiwan的話 就可以看到說 關於電競這個題目 我們一開始有一個議題導覽 然後呢 這個議題導覽呢 會讓大家知道說 這件事情大致是關於什麼事情 但這個東西是怎麼發生的呢 這個是有一個觀點會 然後在高經會上面呢 就是任何電競選手 來這邊去具體表達它的 想要解決的問題 包含血液 疫症 證明 異味等等 這些東西 那後來我們就發現說 他們的這些訴求 其實每一個都是不同的部位 很多是需要各個不同部位 合作才能夠做出來 而且呢 同樣的一個名詞 在不同部位裡面的定義 都不一樣 所以說呢 我們就是要做一個 跨部位之間的協調 可是呢 如果有學過求三兩派的朋友 就會知道說 如果每次跟你協調的人呢 都是陌生人 那你最好的方式呢 就是把事情全部都推出去 然後再一個什麼都不要做 就算兩邊一次這樣 會不會比較好 但是至少呢 這個部位之間 都落到你自己頭上 只是一個典型的 球犯兩難的情況 那我們要怎麼樣解決 跨部位協調 再看到這個部位 這種球犯兩難的情況呢 呃 我們就是要設計 把這個賽局 從一次性的賽局 變成多次的賽局 也就是說 我們請每一個部位 32個部位 都挑出 一名到三名的 開放一個部位 或者 以後的所有關於這種 透明啊 參與的這種賽局 就是這個人 要負責結合他們的 裡面的所有的事物 所以呢 在跨部位協調的時候 每次來做事情的 都是這些人 那如果你一直會 跟別人 同樣的人 一直去做這種 球犯兩難的賽局的話呢 你就會覺得說 那我就不要把事情 都推下去好了 因為下一次這個 收聽它 這個就是會 還是會合作 所以會有一個 比較穩定的關係 那這個東西就是 有點像有國會聯絡人 有新聞聯絡人 然後我們現在 對這種 特定公平的網路 也有開放制服 聯絡人 所以 這是請請表 回到大漢的問題 其實我們沒有 什麼領選的方式 因為這25位 應徵的項目 他是在PTT上面 然後聯絡 我們公務員版的 創辦版主 SmartLine 他是我們PTX的 一位 一位成員 然後呢 他就是跟他們說呢 我保證 你一定會被你的次長 選到變成開發政府聯絡人 我們只有在次長 挑不出人的時候 我們才會把這個名單 撐上去 而且這個名單呢 我也沒有看過 誰都沒有看過 只有SmartLine知道 所以說我們確實是 只有在次長說 好吧 我現在要去選一個人 他要同時有新聞傳播 有綜合規劃 也有資訊能力 他等一下挑不到這樣的人 我還需要另外一個人 來補的時候 我們才把這個名單給出去 所以呢 我們領選的方式 就是佔內心 然後我們初步篩選的方式 是看登錄次數 據說這25位都有 超過2000次的登錄次數 然後 但是呢 他們到底會不會 他們的次長全到呢 完全看他們的次長 是不是有選舉 那事實上就是 就是有一個 但是其他的呢 次長都自己找到人了 所以其他的這些 印證的項目呢 目前就是 用別的方式跟組織 例如有一些 在所謂的台灣 公務核心力量聯合 然後那個是一個 事務官之間 彼此的組織的方式 大概這樣 然後我直接是這樣 然後到這裡 你們會有要追問或怎麼樣 都歡迎打斷我 這樣 如果沒有要打斷我 可以繼續 有一位一名的同學說 促使我特殊自學而放棄 學校自治的決定 然後這個之間的故事經過 可以詳細給大家分享 其實是這樣子的 就是說我是從 我三個幼稚園 六個小學 然後一所國中間的路面 等於十年念了十個學校 然後每一個學校都直接一年 然後沒有做過處改作的 然後在這樣子的 這個很有趣的 就學的經歷裡面呢 就很深刻的體驗到說 其實 雖然教過處都是很一樣的 但是那個學習環境 其實差很多 然後呢 我覺得這個就是 回到剛剛那個 追求完兩難的那一狀況 如果裡面 一群人耗那麼多年 事實上在那個社會化的過程 裡面慢慢就會有一種 好像我是在競爭 有同一個跑道 然後呢 當然想有比較領先的 有比較中段班 有比較後段班 可是呢 如果像我這樣子 一年換一個學校的話呢 從來都沒有 產生不有意義的競爭 或比較的這種 黑衣手經驗 所以說 對我來講 其實好像就是沒有在 跟兩個人離校的這種想法 我只是想要 學一些東西 然後想要解決一些問題 就是我有自己想要 這個 看守的東西 但之前一直沒有辦法 完全離開學校體制的原因 是因為我關心的那個東西 就是現在會叫做 資訊社會學的這種東西 其實在當年在台灣 研究的人並沒有那麼多 我也有去找一些教授 有些了解 可是事實上沒有什麼 我可以插手的地方 但是呢 當時是1994年 他發明了全球諮詢網 發明了之後呢 我就發現說 到全球諮詢網上 我就會看到做資訊社會學的 做人文智慧的 做各種各樣的朋友 他們都會把他們的論文 甚至還沒有經過同裁審約 就自己hold到自己的網站上 就在此之前 是很少人這樣子做的 可是全球諮詢網一出來 大家就是覺得很興奮 所以就是放了什麼東西 就拋什麼東西出來 所以有事每事 就可以在當時是Altavista 沒有Google的時候 就可以找到各種各樣 關心的東西的論文 然後呢我就會寫進去 然後說我對你的題目 很有興趣 這個result做出來 我會幫忙等等 那隔著網路 隔著email 他也不知道我才14分 所以說呢 他就會覺得說 可能是英文比較有一點 破破的一個 一個東亞國家的一個研究員 這樣然後 但是呢 他們就是都是情郎享受 然後都是非常願意 分享他們在做的東西 所以我就一下就發現說 我可以做出風險 然後呢 我們一起做一些proach 之後就發現說 這個怎麼跟課本 甚至大專用書上面 講的都不一樣 那後來我才發現說 其實 從一個人正在做resage 他拿到一些成果 到我們放到課本裡面 其實中間大概有十年的時間 因為他要先說服學術節 然後學術節還要說服教育權 教育權還要找到教育教法 然後這個東西才能夠寫進課本裡面 所以呢 當時我就覺得說 剛好進入了十年之後的未來 這邊的這些resage 在課本上面聽都沒有聽過 那這個時候我就會覺得說 那我就是 再繼續帶來學校 是要不要浪費時間 那件事情 因為就可以直接做研究了 所以當時 就是大概十四歲的時候 就想了一下 然後決定說 就 就錯學了這樣 那錯學並不是表示不上學 我錯學的時候還是 因為有一些基礎的東西 尤其是哲學 或者一些文學的東西 他沒有辦法完全靠自己看書 就可以看得懂 他還是要有人解釋 所以我就開始去大學 去研究所 去行聽課程 但是因為我沒有要學分嘛 然後所以其實 就是沒有再跟人競爭 所以 其實我的同學們 就是那些研究生們 也就是 對我很好 他沒有覺得說 我是來亂的 我來鬧的這樣 那所以在那樣的情況下 我就發現說 這樣子學東西 其實真的學得很快 而且一下子就可以 就是對學術獲出貢獻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決定說 可能我回到學校體制 其實沒有什麼幫助 那當然後來還是有發 paper 還是有就是參與一些學術活動 但是這些就是 不是在一個學術體制裡面去發生 大概是這樣子 線上考慮與線上考慮交錯形式的方法 嘗試下的什麼方法 好處在哪裡 什麼是認為未來結合處 為實體同步的 非同步之間融合 或是實體內密間的考慮 其實原則的關鍵又會在哪裡 這個是非常有趣的問題 大致是這樣子 就是說我們引進這種線上的討論 最大的一個原因是 因為它可以在同步的情況下 去打破空間的堅持 空間的堅持 空間堅持是什麼呢 最好不要說我們現在 我在講話嘛 所以我們這個聽學範圍 這個spectrum 這個屏幕被我占掉了 那如果現在大家都同時講話 其實我們就不用討論了 但是因為線上就是這樣子一個 就是虛擬空間 而這個虛擬空間 所以大家可以在不打 但我講話的前提下 也可以提出問題的 所以突然之間 大家在這個上面 所形成的 我們叫collective intelligence 就是一個群眾的智慧 就是會浮到最上面 表示大家最感興趣的東西 就可以讓我同時跟大家對話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它的好處就是說 我們可以不用這個 用序列化的方式來處理東西 我們可以並行的處理 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這是這種方法主要的一個好處 那當然另外一個好處就是說 透過這種方式 我們其實可以結合很多個 不同的空間 像之前台灣有一陣子 在討論那個 就是COV 那個王子就是 全球協會面前 那樣怎麼應應的時候 我們也是用這樣子的方式 讓大家在同一個現場討論 可是台北、台中、台南的 三個這樣不同的 討論的地方呢 就是用一種全大概一樓高的那種 投影父母 然後呢所以呢 他在房間的前後都投影 所以不管你在三個城市 哪一個城市 你都有往這邊看是另外一個城市 往那邊看是另外一個城市 一種相連空間的這樣的情況 所以在中間 他討論到中間休息的時候 還可以一起起來跳舞啊 這個做操啊 什麼之類的 然後就有一種說 我們不是三個一百人的空間 我們是結合在一起 變成一個三百人的空間 這樣的情況 所以說 在線這件事情 它可以透過這種 各種比較同步的經驗的在線 慢慢變成是說 我們可以 既同事跟非常多人在一起 但是又有跟比較少人在一起 才能夠有那種比較緊密的感覺 的一些趨勢 那我自己有參加過的一些 像VR的一些 或AR的一些開發 也包含一些應用 像是說我有在 杭州跟高雄同時帶課堂 他們就是把課堂的這間 包含桌子全部都建模 建模之後上傳到 我們叫High Fidelity的一個VR空間 然後呢 我就只要戴上那個Five 然後開半透明的那個模式 那就是 馬上就有一兩點 就是說在那個教室裡面 可能只有一半的位置有做人 可是當你戴上眼鏡之後 另外一半的位置也做了一個 然後呢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就可以同事跟 兩個現場的人討論 可是感覺上 好像在同一個現場 的這樣一個情況 那我們再進一步去做的話 就是有好比像說 我如果同事要跟一萬人討論 那這一萬人 如果都是用VR的方式截取的話 現在已經有這樣子的科技 叫Front Road 就是說你用VR截取的時候 你戴上 你面前就是我 然後我的這個手勢啊 全部都是完整的 然後你往左看 往右看呢 就是剛好跟五個朋友在一起 這五個是你的朋友 或是他 如果你就是沒有家的朋友 可能就是亂數 跟五個人在一起 那這樣的感覺 就有點像是 在一個小寶箱裡面 然後這個 可是事實上是一萬人 然後被分在 那麼多虛擬的房間裡面 所以呢 我也可以用類似這樣的方式 去收攏大家的同時的感受 但是呢 大家的主觀經驗裡面呢 又是能夠和一個 校主討論的這樣一個情況 等等 所以說 這樣子的好處就是 同步跟非同步 它就可以融合 你在非同步的時候 你事後也可以 進入這個討論的現場 去感受那個 慢慢凝聚公視的感覺 那至於實名跟匿名是另外一個問題 我的經驗就是說 我們如果看slide 然後都只用 要求實名的話 其實呢 就是一些行李如一的一些 比較無聊的一種問題 但是呢如果容許匿名的話呢 就會收到非常多 比較有趣的問題 但是那匿名呢 它因為沒有一家限制嘛 所以你當然也會看到 有一些人在洗澡之類的 可是呢我覺得兩個好處 一個是說 它匿名的這個機制 比較配上某種 互相驗證 互相評分 互相按讚的這個機制 那洗版的自然就是 撐到最底下 其實我永遠也不會回答到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它保障了這個 在權力不均等的情況下 好比像說 就是這個 某個長官是在跟他們部署 那他的部署呢 如果舉手發文的話呢 往往就覺得說 他講這個話 他有點像是 貓、貓、老鼠、花、鈴鐺吧 就是說雖然對在場的人都有好處 可是他自己要承受全部的風險 這個就是所謂的 集體行動問題嘛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他就不會想要 沒有任何人會想要 當那個開第一槍的 可是那匿名的話呢 這個 你開第一槍是沒有風險的 所以你開第一槍之後呢 一下子就五十個讚 這樣推上去 那也不會發生任何事情下 那我之前在中山大學的時候 用這種方式去討論 結果一下子被推到第一名的 就是說他們的車管會 什麼脫掉他們的汽車 應該廢除 什麼之類 那我當然不知道 我根本不是中山的 但是呢他們就 因為他們知道他們院長 他們校長什麼 全部都坐在那邊 所以就等於是說 就是第一時間 這個進行了議程設定的動作 就是說 讓他們必須要正視學生的這個行程 那如果他們必須舉手發言的話 沒有人會敢當那個第一個發言的人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這個機制跟原則 你要保護匿名的同時 又要用比較 就是能夠凝聚的方式 把匿名裡面 那些比較不好的 或者比較沒有建設性的部分 把它加以致 就是大載問吧 我在入閣之前 我是在國教院的科法會 擔任那個 12年國教107科綱的科法會的委員 那我當時進去的時候 是兩位就是 完全不是教育體系的人之一 另外一位是關心做老師 那我們進去的時候 其實當時非常有意思 因為當時是 就是國教院的公信 已經掉到最低一點的時候 就是高中正反克剛的時候 那當時 大家都是覺得說 這一定是黑箱啊什麼東西 那所以我們進去的時候 做的第一件事情 其實就是讓科法會 每次記錄 所有的相關的東西 都透明的放在網路上面 那這樣子 如果有人要抗議的話 他至少也是看到 最新的版本的抗議 而不是抗議兩年之間的東西 那在這樣子 來來回回抗議之後 我就發現說 其實107科綱裡面 真的有蠻多 蠻多不錯的地方 那這裡面 特別跟高中相關的 就是我們把大學的 選修的制度提早到高中 那理想當然是到最後 每個學生可以有 比較類似自己的科表 這樣子的東西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說 每個學校可以開始發展 自己校定的特色的課程 然後從舊的剛性的課綱 慢慢往柔性的方向去發展 所以每個學校可以自己 在符合一個課綱大原則的情況下 去開發自己的 就是教育的方式 那這些東西 我覺得每一個看起來 都是比較小的 而且可能還需要大高中心配合 但是全部講起來 我覺得有一個很大的一個特點 就是說它可以讓以前那種 在高一左右的時候 就要去想說 我要分科或者分領域的那個東西 那個想法慢慢的比較減輕 也就是說如果你覺得 你對技術有興趣 你要念技術高中 念了一年之後 突然間覺得你想要做研究 那你專程回這個普通高中 不會有任何問題 就是把課程是設計程 一定不會需要這個 一整個暑假都來補習 才能夠回來等等的這樣的方式 就是說它讓課跟課之間的跨越 領域跟領域之間的跨越 學術跟技術中間的跨越等等 我們試著讓它設計的比較容易 那這個是我們從課康的角度來介入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想的原因 是因為我覺得領域這件事情 就是學術領域這件事情 它雖然對教育者很方便 可是對學習者其實是有害的 也就是說教育者當然很方便 因為你就學教這麼一個東西就好了 可是就跟那個跨部會的東西 就沒有部會願意承擔一樣 越來越多新的東西 新的文化、新的技術 新的就是人跟人之間的交流 它沒有辦法再套到 本來的那個分科的概念裡面 就像我們在部會裡面 沒有辦法套到特定的部會裡面一樣 所以我們現在像一年輕課 剛剛從小一小二開始 就把生活課程 就是更加的把學們這個東西打散 然後告訴老師說 請不要再教學生 而是學生自己想要解決什麼 或學生自己想要就是表現什麼 你陪著他然後聽他 從指導的角色慢慢變成 輔導的角色慢慢變成 指示陪伴的角色等等 那我覺得這裡面有很多 我們之前在台灣的實驗教育 已經合法化之後 從實驗教育這邊長出來的一些東西 我們在一年輕課程裡面 慢慢試著把它放進去 那這個是從小學開始就可以介入的地方 我想慢慢它會變成一個市場的制衡 就是說體制內 如果沒有辦法 因應這樣子 就是非常看性的學習的需求的話 越來越多的人會想要走向實驗教育 但是在亞洲吧 就是這個實驗 至少是最有空間做的地方 做得多好我不知道 但是就是實驗這麼多看 根據可靠的相識指出 我不太是有脊椎的神物 因為它會痛 因為 你可以這樣講 主要因為它會受苦 它會suffer 其實你不需要脊椎 也可以痛 這是兩件事情 就是因為 痛它是一個反射的反應 那suffer 就是痛苦 它是需要意識 就是需要consciousness 就是需要主觀經驗 那我們有相當好的理由指出 就是如果看那個 劍橋 劍橋意識動物宣言的話 那個 Cambridge Declaration on Animal Consciousness的話 就可以知道說 大部分的這些動物 其實都有主觀經驗 那至少有主觀受苦經驗 那有主觀受苦經驗的生命吧 讓它受苦就是 如果可能避免的話 當然就盡量避免吧 都避免這樣 好 那所以這邊就有一個問題了 如果有一星期 它這個半生不遂 動了切除大腿的手術 會不會吃大腿 就是那樣好的問題 那基本上就是說 如果它是自然放養 然後呢 這個它自然死亡 那自然死亡之後呢 這個它的屍體 我吃不吃呢 其實這個 就是特別的時候 我也吃 其實因為它 不是因為我要吃它 所以才接受這個痛苦 它就是自然倒地的 它自然倒地之後 那個腿分身 它沒有意思 其實這個很有意思 就是說它們當時在那個 Cambridge Declaration of Consciousness的時候 英國的那個 虐待動物法 是按照那一個 研究去修正 也就是說 凡是能夠主觀經驗上 都不能夠虐待 然後呢 它們經過一系列 這個繁複的研究之後呢 最後把章魚也放進去 可是章魚明明就 沒有脊椎 那為什麼把它當作這個 容易脊椎動物 來看待呢 因為它們經過反覆的實驗之後 發現每一隻腳都是一個脊椎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是它們發現說 它應該也是有主觀的手足經驗 但是在雞的大腿上面 我們沒有任何程序 顯示說 當它是一隻大腿的時候 那隻大腿有主觀經驗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是說會吃 沒有問題 OK 在行政院內部 遇到明顯把握 視為政體的官員會 會怎麼樣 有別於一般政治人物的回應方式 我在七七那裡 我沒有碰到過政體耶 至少也在院外 我都沒有碰到過政體 我覺得這個是 是蠻有意思的 就是說 當我入閣的時候 我的那個業務範圍 就是開放政府 或者是院籍的青年諮詢委員會 在以前不是任何一個政委的業務 這兩個是新業務 就是 我不是把別人的業務拿過來 我是進來之後 加上了以前從來沒有存在過的業務 所以我們從地盤的角度來看 我沒有請任何東西 怎麼看 這是一件事情 另外一件事情是說 不管是開放政府也好 或者是青年諮詢委員也好 它都是讓行政院 跟外面的溝通 更對等 更平等 從微信轉到成信 這樣的一個情況 所以說我對常任文官 就是事務官的這個階級 基本上我就是來解決他們的問題 他們的問題 簡單講就是內外兩個 外面的那個 就是有越來越多的人 他們自行組織的能力 已經不遜於國會的議員 或者是傳統的媒體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所有這些自行組織的朋友 在我們討論政策的時候 一定也要納入他們的意見 即使立委跟媒體都封殺他們 但他們現在透過網路 透過各種動員 大家都還是能夠聽到他們的聲音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事務官變成以前只要不好 可能一百多個國會議員 跟可能十幾家二十家媒體就好的情況 現在呢 這個又有各種各樣的微報單 可能會出現 所以在外面呢 會不斷給這個事務體系壓力 然後如果事務體系沒有考慮 他們意見的話 不是在網路上 就是在網路上 會讓事務體系知道他們的意見 但是呢 網內呢 就是說 因為我們現在按照公務人員服務法 以及資訊公開法的一個限制 就是我們正在討論到一半的政策 在它核定之前 公務員是不能夠對外講的 那在這樣的很奇怪的 資訊公開法這個單數裡面呢 它有加一個就是 逃生條 他說 但是如果你覺得對公益有必要的話 你可以對外公開 像剛才的這個電子經濟 我就是說 我覺得我們就算只是協調到一半 我們還沒有合定 我們真的只是在吵 我也覺得對公益有必要 所以我就把中間的 每一個部會的 每一句話的 每一個理由 所有這些東西 全部都在線上公開 那在線上公開呢 的好處是什麼呢 就是說 我們所有的人來開會 然後呢 我過十 在十個工作天之內 讓餘會的人都可以回來編輯 回來編輯 當然就是說 一個是說你會重新看一下 可能你急著講話 但是旁邊的部會的人 你其實沒有聽 所以就是稍微把它理解一下 那第二個是說 大家這個共鳴的過程 其實又是 凝聚共識的一個過程 那在這個情況下 我把它放到網路上之後呢 就會有電競選手 然後巴哈姆特 這個什麼 Yahoo電競啊 Mogo01啊 這個L版啊 Gossiping版啊 那一些網友會看了這些東西之後呢 然後再分享一些可行方案 說其實你們根本沒有想到這個 但是怎麼樣 這樣 那所以我就會用關鍵詞去找 所有這些正在討論這個東西的意見 然後把它放到 下一次的討論裡面 然後就會這個 就是某一個網友就會附身到我身上 之類的 然後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就會把網友的意見 念出來給大家聽 然後這樣的情況下 大家就會把這種東西 反而納進 就是我們接下來的討論裡面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它解決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事務官的專業 因為本來的資訊公開法 那個限制 所以外面是看不到的 外面看到的都是 政務官出來發言 出來精采 出來什麼樣 然後那專業的事務官 其實常常做一些 相當相當好的一些案子 可是因為他的長官 或者是政務官 就把他壓下來 所以外面根本也看不到 那現在呢 我們等於有一套方法 讓事務官跟外面 可以直接對話 能夠回應他們的問題 但就發現說 欸 事務官真的蠻專業的 然後呢這件事情呢 就是 對事務官來講 它是內營嘛 就是他的工作的榮譽感增加了 然後也是外營嘛 就是後面就爆炸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事務官系統 其實不會把我當作是 空降 然後飲料他們做什麼 相當公譜的公譜嘛 就是來解決他們的內外 這兩個問題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可以說是一個 有百利而無一海的 正式工作方式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是 目前我還沒有碰到任何人 把我當作整理 所以就是我沒有辦法回答 這個問題 如果有人把我當作正理的話 我想我就會盡可能去跟他溝通 然後盡可能去瞭解那個人 因為我在做的東西 真的 應該是沒有威脅到任何人的利益 才對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其實蠻難想像 身體會是什麼樣子 一名同學說 這邊也有說 這個 有一個追問 我們追問優先處理 可是 目前這完全就是以微信來處理事務 有開了一些說明會 都很好 公聽會就認為問題已經獲得了溝通 根本就是只有溝通 沒有通 我們小市民如何對抗這樣子的霸權 確實 就是說 我覺得最有意願溝通的政府 很不表示是最會溝通的政府 是要學的 然後 然後那也不是我們 我們台上的這些政務官 我天幾天去跟那個葉俊榮老師 就是鄭麗君老師 那個就是原論自由日圓的討論 那他們真的都是報名 就是在那邊講這個集合法 一定要趕快通過啊 然後什麼這個公投法 一定要趕快補正啊 就是所有那個街上的報名的那個講法 他們都非常非常清楚一些 可是其實事務體系並沒有那麼快跟上 後面有幾個原因 當時我們在410交代友情的時候 對一個很大的一個訴求 就是完全廢制提法 全面廢制提法 那我小時候是還有提法的 但現在應該是大部分已經絕跡了 可是在這個中間有一段很長的過程 那這段過程裡面有一陣子 就是說你要老師 面對一個四十幾年的班級 而且你把提法啊 或者是言語修辱 都不讓他用的時候 他不知道怎麼教小孩 他literally不知道怎麼教小孩 那為什麼呢 是因為他自己在師範的培育的過程 乃至於他自己在長大的過程裡面 他就是用威權的方式來接受教育 也就是說他自己沒有一個第一手的 到底要怎麼樣 他用不威權的方式來教小孩的方法 那這個東西其實是非常非常挫折的 對於這些就是老師們 那同樣的道理 現在告訴警察說 這個現在有兩三方 這個互相在那邊 叫囂的這種群眾的遊行 你要把禁制區取消 沒有任何地方不能夠遊行了 而且呢這兩三方 彼此之間發生衝突的時候呢 你還沒有強制排除拳 意思是你不能夠這個勒令他們解散 但是他們絕對不可以打起來 然後絕對不可以受傷 然後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是那警察到底要怎麼做 那在事實上就是說 有那種就是 非常非常多的抗議經驗的國家 法國啊這些 他們已經練就了一套方法 可以處理這種情況 可是呢在台灣以前實在是太容易 就是強制排除就好 還去排三次什麼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要警察從頭去練一套 非暴力的 就是對付這樣子的 就是群眾衝突 大腹性高的方法 他確實是需要賠力 然後我們也看到 不管是警察人員 或者現在的事務官 他慢慢開始有些 自行賠力的做法 可是這個做法呢 第一個他見效得比較慢 然後第二個是說 任何時候政治人物 如果一覺得說 欸那這樣子處理實在是太慢了 我們還是多時加一點壓力的話 那就破功了嘛 就是說你需要的就是 政治人物一開始就承諾說 你真的是要放棄維權 然後你真的是要溝通的方式做 而且不會硬壓一個什麼時間 比較想去 那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那事務官才會有那個固件去做溝通 所以我們現在就一直在傳遞一個概念 就是說你越政策前期 越不知道該怎麼處理的時候 越要勇於求救 那勇於求救不可耻 勇於求救有用 然後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就是要要求市民社會說 欸這個我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做 然後我們來一起想 那在台北目前的幾個都市計畫 有兩個都市計畫吧 他們現在已經開始 試用這樣子的方法 就是在市府 根本還不知道該怎麼辦的時候 就去請他們這個 當地的居民開始提案 可是這個是因為他們不急著去動那兩塊地方 然後他們有半年一年 或者更多的時間 來做這件事情 如果他們現在只有好比想說三個月的時間 那這樣子的話從第一線的事務員的角度 當然他們就是要硬床 因為上面就是壓了一個時間下來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一直在培養的就是 任何任何的議題它至少都要給60天的時間 不管是我們的撒規的預告 或者是我們的公民的連署 所有這些東西至少至少都要60天 60天是提標 你一定要給60天或是更多的時間 大家怎麼好好的來討論這些事情 那如果是玩有這樣子一個offer的話 它就會有 好那我在這個中間真的可以好好溝通 但如果是溫隨時都有一種 但是我會一開到一半 上面就要馬上壓起來 要你就開始投票 然後就要過了等等 這個壓力的時候 他們自己也是沒有辦法 去對抗這樣子的霸權 也不只是小心你了 所以就是說 我覺得這是整個大家在要求的那個心態 就要調整 那也是有很多公民團體 它要求的是特定的訴求 要立刻馬上解決 那這個東西 我們可能要慢慢的去改變策略 就是說 我們要的是一個恰當的程序 是一個政黨的程序 是解決之後 大家雖不滿意 但可接受的這個程序 而不是說馬上就要按照我的版本過 因為如果這樣的話 就像維基百科 最後一個編輯的人贏 那這樣的問題就是說 就會有編輯戰嗎 就是說你最後一個 這個升高的就贏了 那從其看來對民主想法是不利的 所以我們確實會要把說明會跟公廷會 開得更有意義 可能要有一個專業的主持等等 但是這後面最正解的是 他如何提到政策的前期 然後如何嵌入既有的行政程序 然後讓現有的事務官 而不是政務官自己 從外面供信息找了一批人 然後就跑一個標案 跑完之後事實上很多事務官 還是不知道怎麼run 這就是為什麼 剛剛開放前部聯絡人 每一個都是檢認常任問官 或至少就是說 符予充分授權的常任問官 因為我會希望說 即使我在了哪天 我跑去別的地方 他們這個know how 是留在事務體系裡面的 好 那我們回到有完全不同的問題 國內對於軟體產業的重視程度 比之不如硬體產業 適合什麼 想法可以提振國內的軟體產業 確實 就是說在台灣其實軟體是非常多的 但是開發軟體的人 通常是用來省開發硬體的人的錢 或者時間 就是說每一個大的硬體廠 他們當然都還是要搭配軟體 事實上是有非常多的軟體工程師 可是它就是繞著特定的硬體的那個供應鏈去跑 在台灣長期以來都是這樣是沒有錯的 那我們很少有那種就是能夠獨立於硬體 然後就是看到軟體的產業 但是在最近其實也開始有了 就是我們最近看到幾個還不錯的新創公司 很多都是用機器學習 或者用人工智慧 然後它試著解決去disrupt 就是去擾亂吧 一個某一個問題 好像有什麼投放廣告的問題 或者是什麼這個更新車用硬體的問題 或者是各種各樣的問題 那當然有些可能不小心就違法了 但是在那個合法的部分裡面 他們還是有就是有一些相當多的創新出現 我這邊可能有三個主要的想法 一個想法是說 我們大部分的軟體的開發 它是就是在一開始的那個投入 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它必須要是站在開放的這個基礎上 所以我們現在在數位國家這個方案裡面 做的其中一個就是要大幅的培植 就是有開源能力的人 就是從你只是用一個project 可能OpenStamp TensorFlow Docker隨便啦 的這樣子的東西 開始 然後就發現說 國際上有非常多的資源 它是社群已經做好給你的 不用自己重新發明論子 然後盡可能的把國外的這些 就是大使這些社區這些團隊 帶到台灣來 然後讓他們用lab 或者用其他方式來設定 這樣子慢慢就可以培養出 我只是適宜一個idea 但是我不用自己重破 開發前面的這些東西 所以我就很容易就可以轉向 很容易就可以去失敗 那只要是它的失敗性的越低 那創新的動能就越高 這是其中一個 那第二個是說 我們接下來會通過 試著通過 也要立法院搭配 這個就是 企業資產安保法 那這個法案就是說 當你去做comfortable bond 或者是去做借錢 或者是任何這種信貸 的時候 以前你只能用看得見的 就是廠房 機器 土地 現金這種東西 去設置 去當做security 但是現在這個通過之後 我們就可以用 好比像說網站的流量 好比像說一個網域 它的那個識別度 或者是反正任何借錢給你的人 願意 認為這個東西是有價值的東西 它就可以有價值 在以前這個是 法律是不禁的 是 是禁止的 那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就是把融資的管道 盡可能再掀起 尤其是從Zilla 開始的 這個東西 就是你在Zilla 已經累積了一些 雖然無形 但是其實真的很有價值的東西 你用這個東西來增資 或者是來借錢 而不是說 用就是個人的信用 因為用個人信用 重新待一次兩次 就沒有了 但是 用這樣子的方式的話 你可能可以 創業到第五次 然後才做出一個成績來 那所以這是 就是在Zilla的情況 那最後就是在第三個 就是當你已經到 Ellen或者Ellen以後了的時候 我們盡可能的就是透過 亞洲連接西谷 雖然就是那個名字 應該是真的蠻爛的 但是就是後來 我們把它重新定義之後 它就真的是 就是專注在連接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會把 我們可能快到畢論的朋友們 都真的是帶去西谷 然後去Pitch 然後去 或者把他們的VC找過來 就是這是雙向的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很希望說 因為台灣已經是一個 開放的網路了 那你在這邊解決的問題 沒有道理 它不能解決世界上 除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下下之外的 那個開放網路也有必需的問題 所以我們可能 越早的讓我們這邊解決問題 輻射到全世界 那對大家就 就 越有幫助 創業上越有幫助 所以我們就是在最先期 然後在Ellen 然後在Ellen之後 那難道會有一些 方式去提振 國內的人會在裡面 大概是這樣 Applehead在台灣上下 天房間信用卡數 超過四十萬張 大勝於台灣美 請問身為數位 您對這個現象的看法 認為台灣本土 未來會有成功的 行動支付公司嗎 這兩個 就是 其實台灣的這個 行動支付綁定 以我的理解 幾乎都沒有在那個 iPhone上 然後 iPhone呢 就是說 Apple Pay呢 短期之內也沒有到 Android的這件事情 所以 與其是說 兩邊是在搶同一塊市場 然後Apple搶贏了 不如是說 我們Apple Pay呢 其實已經玩 玩這個 玩鬆綁 大概拖了半年 然後在這半年裡面 iPhone的圓紅布 其實都沒有辦法去幫 那些大部分是幫Android設計的 那種行動支付 所以呢 在這個就是 iPhone配出來之後呢 大家一下子就到 就是之前的 那個情況 所以我其實不會把它當做是 在同一個市場裡面的競爭 因為 它基本上是手機的作業系統決定的 你如果是用Android的話 你不會去幫Pay 對 那這是一件事情 那 另外一件事情 是說 台灣本土未來是否會成功的行動支付公司 這個其實是一個 滿大的問題 因為 如果 接下來 E-Pay Santhons Tenhouse 所有這些 這些東西 全部都進來的話 其實它會 某種程度上面形成 就是 那個Last Mile 會完全 就是 不再在銀行 或者商家 的手上 會慢慢變成到平台上的 這個手上的狀況 同樣的情況 我們其實已經在Facebook 跟 就是Google身上看到了 就是 他們 對於媒體來講 他們慢慢就變成了媒體 雖然他們一開始只是傳媒體 有媒體的東西 但是慢慢慢慢的 就是 這個Source 就會被這個東西 所吸分 然後 當然在上面 在開發價值服務 在Apple Pay上或其他上面 開發價值服務是比較容易的 因為它就是一個 軟體更新而已 但是 在這一段 就越來越留不住 就是人 或者是廣告 或者是訂閱者 然後那個品牌 當然本身也會被充斷之類 所以本來 這種就是平台 Overtake 的情況 都會發生 不過 反過來想 就是說 就是說 Open Internet 所以 台灣其實也 不是不可能 會變成 就是說 我們也出現 或者至少也參與 一些這種國際的平台 然後反過來 去在某個 就是 某一個端點上面 去變成大家 就是 最會喜歡用的 Last Lab 的這種端點 那這件事情 就是說 台灣其實 比起整個 加州 或者是 整個 各個地方的新窗 本來它就是在 比較 就是人數上面 是比較小的一塊 所以我們如果在一個 兩個 cycle 上面 能夠做到這樣子 舉例來講 我隨便講 那個以後 就是自動駕駛車 或者是 半自動駕駛車的 那個 HUD 就是在 你開的時候 前面的那個 觀景窗吧 那這個 前窗呢 其實非常的重要 因為如果你是低頭 看儀表板 或看手機的話 其實半自動駕駛車 需要你注意力的時候 你沒有話一下 就回聲 所以你很需要那種 就是你看著上面的車框 但是呢 演算法正在想什麼 也 投影到你前面 然後讓你看到說 有點AR的這種感覺 擴充時間的感覺 去看說你接下來的 可能的路線啊 或者是一些 相關的這種 last mile的那種東西 那這個東西 到最後它就會變成人 跟自動駕駛車中間的 最主要的那一個 互動界面 而這個互動界面 從某個角度來看 也可以去把 特定的車場 或這種 monopoly 去把它拆掉 因為你是在 跟那個界面 去做錯誤 那這部分其實台灣 也有做得很好的搶商 我的意思是說 就是找到 那個 vertical 裡面 你真的能夠去 去當不太風的那個地方 然後去做 然後不要覺得說 每個 vertical 都會是 什麼台灣本土的 對應 因為慢慢就 快要沒有台灣本土的 的這件事情了 要嘛就是你可以去 全世界去 去搶那些 vertical 那要嘛就是反過來就是 那這個 last mile 就是被 被這個 就是我要講就是說 慢慢就沒有 本土的這件事情了 好 請問認為除了電競的替代儀之外 還能在哪些方面 對於新興樂領域 提供支持跟協助 其實 其實我們電競 不是只有 替代儀的 可以再次強調 嗯 對 我們可以看到說 我們有個基本認定 在智力上 很大於體育身份的前提下 無論電競能否認定為 智力運動 都可以用記憶文化表演 成為電競選手證明 這個是 三個部位的 最小程度公式 然後我們在這個 最小程度公式 上面去長出 各種各樣的東西 所以替代儀其實真的是其中一個 那另外一個還包含 就是說 學校 他可以參加 這個特色課程 然後把他比較難影響 跟我們接下去有 電競的特色班 然後國際技術競賽的名次 未來也會列入 真學中學的考量等等 那這段東西 其實就是 我一直在跟他們協調的時候 的一個slogan 就是 威琦是一種電競 然後所以威琦有的呢 別的電競也都要有 那我說威琦是一種電競 是有根據的 因為就是說 現在這個 GENERATION 的威琦的選手 大部分在練威琦的時候 其實是下網路威琦練的 但如果我們實際上 拿一個 就是把黑子白子下威琦 那就是在 就是表演賽 這種時候才會發生 就有點像電競技術 真的跑到這個 同一個 什麼小巨蛋 來燒成一樣的道理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威琦本來是 就是我們說 就是人類專用的一個智力運動 那現在我們知道 電腦這個隨便 就可以下別人好了 所以它就變成是 跟運動跑步 或什麼是一樣的 就是說機器 早就已經跑到別人快了 但是人還是要跑步精彩 為什麼 因為這是人跟人之間的經濟 跟我們交流感情 這個什麼樣的 這樣的一種東西 所以就是說 它已經不是一種 什麼去探究智力的 機器就下得比較好了 那所以 那它後面剩下來 就是一種文化的表演的 一種記憶的這個性質 那這樣子其實 跟任何其他的電競 並沒有什麼兩樣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的argument就是說 我們現在的 威琦選手有的 不管是文化替代役 不管是學校專門課程 不管是運產條例 其實威琦也是適用的 威琦跟條牌都適用說 如果你有廠商想要補助 這樣子以上的隊伍的話 它可以獲得一些 說服上面的優惠等等 那所以簡單來講 學校把它的主流化 不是要特別去培養電競 或某一種特殊的電競 而是說 本來威琦和條牌有的 那當年制定政策的人 可能他們都是很喜歡 下威琦和條牌 那希望他們理解說 他們當年的威琦和條牌 就是我們現在的電競 然後請不要去上面對待 這樣 所以我覺得這種 文化上面的主流化 是最主要的 那如果我們只是 一味的時候 要拼經濟或什麼 它很容易造成 世代之間的仇視跟對立 所以大概是這樣子 有位朋友說 我有一個機器手臂 你幫忙清風文會用嗎 這個 我機器手臂有急鑄 而且不會痛 不 這兩個完全不用問 你 要說 急鑄還是不會痛 好 OK 兩件事情 其實我都是用電子公文 然後 而且 我簽的電子公文 應該是比資本公文 公文多了 可能十倍左右 那這個後面有個訣竅 就是因為我一個禮拜 有兩個休假 然後有兩個月去上班 通常不是在家裡 那但是就是遠去上班 所以所謂的二居二利 那二居二利 這樣子的情況下 其實就發現說 如果要我簽公文的話 平均起來你要等一天幾天 有時候要等到兩三天 我才會看到那個資本公文 才會簽 可是呢如果你發電子公文 或你發 email 給我的話呢 我通常兩分鐘之內 就會 就會處理掉 所以呢 整個月裡的同仁都知道說 你發資本公文給我是沒有效率的 那你發電子公文 或你發 email 給我的話 我一瞬間就會了 而且我在月裡呢 也加了 有點像 Slack 的那樣子的一個聊天室 所以大家都可以在上面聊天 也認識在一個有資安認證的一個 就是官方的 GOE 台灣的一個網域上 那我上面有一些共鳴的系統等等 所以大家就發現說 你在這個共鳴的系統上面找唐鳳 然後馬上就回來了 但是呢如果你用資本 我們說要等還依舊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大家慢慢慢慢都可以訓練說 好吧 那你只有列子的算 這樣子 那這樣子的另外一個好處就是說 因為我在遠端 現在辦公跟在近端 沒有什麼兩樣子 所以我就可以準時下班 那這常常是我就是五點一到就下班就回家了 但是事實上那時候才真的開始處理事情 就是不需要一直開會嘛 那這樣子的好處就是說 在院裡面通常長官如果不下班 幕僚是不能下班的 然後我們就看到很多的這個朋友們 就是就會到七點八點九點十點都有 對 那這樣子其實就是生活品質真的很糟糕 那角色品質也不代好到哪裡 所以就是說每次發生自己的事情的時候 或者是那種壓抑很大 一定要處理事情的時候 我反而就提早下班 然後就讓大家都能夠先回家 然後好好就是 調節自己的狀態 然後在線上再用非同 或者做決定 不然通常在同一個空間裡面 那個焦慮是非常容易去蔓延的 所以這也是另外一種管理的方式 好 那這個問題的後面一部分是說 有急促但是不會痛 可能 就是我不知道啊 半生不遂 就是什麼樣的情況 就是他的神經已經不傳道了 好 那就是說 當然這個後面還是要講嘛 就是說 他是為了要被我吃 所以才被這個人工的麻醉掉 或者是人工的怎麼樣 那那樣子的話其實是 就是 我覺得在道德上面仍然是有其風險 那但是如果不是為了我要吃的 而是他剛剛講的就是路道啊 或者什麼樣的那種情況的話 那當然他不是因為我要吃這件事情 而有讓他受苦的可能性的話 那就會是 其實基本的想法就是 不要造成主觀上面的受苦的經驗 全部就是這樣子而已 政府 學校單位的網站系統老舊 到現在還有規定要用 安逸八成正常開啟的站 明明就會冷 但是大家又不得不用 請問該如何解決 謝謝 謝謝 我們那個 之前 我還在 我還在 一些網站的時候 就是路德之前 我們常常開發的 就是你要支援 IE10 Edge 或者是 Firefox Chrome 然後各種手機上面的各種 作為系統的瀏覽器 這樣子 也是一組的 反正要支援IEBA 是這樣一組的 要不要壓大 就是 IE10 Edge 他需要一個專門的 專門的 Team 來支援 所以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現在新鮮的網站 你要花非常多的力氣 才能夠去支援IE10 Edge 那反過來講 如果 就是只有IE10 Edge 能夠跑的 Ap.exe 什麼的網站 他也要相當多的時間 才能夠在新的這種 載均上面跑 所以他確實是 這就是有一個 世代的這個差異 所以我們現在的想法是這樣子 就是說 我們在院裡面 在採購新的資訊系統的時候 我們即將要開始 有一個加分項目 就是說 我們會希望 在開發這個後段系統的時候 它跟它的前端的呈現 是分開來的 然後中間是透過 Api 的方式來 彼此調節 意思是什麼呢 意思就是說 它的這個網站的功能 跟這個網站的長相 可以是兩個不同的廠商來做 那 這個長相呢 未來呢 如果要改成VR 改成互動機器人 或加什麼新的別的東西的時候 它不會動到這個東西 它的後端的功能 所以你就可以 非常容易的去更改 它的使用者體驗等等 那這個後面又有 就是密集的採購啊 等等這些東西 但在這個東西 持進一步下去之前 確實之前的採購都是 前後端跟自帶後全部綁在一起 然後如果它這個後端很強 但是前端的人都是 還在用AE8 或怎麼樣的話呢 那就真的還沒有辦法 因為你如果要升級的話 你要把它就是拆掉 那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那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當然一部分當然是 就是明天去試著 就是背格啦 或者是你去看站 然後自己做一個更好的介面 我們之前就是 就是蒙點就是這樣子來的嘛 因為教育部有很長一段時間 它的網站就是 手機就是不能用 因為會有橫向捲動的這個情況 那所以我們就自己 就是弄了這樣子一個 四點的網站 那所以我們做的事情 就是我們去把上面 所有的資料都抓下來 然後把它正規化 變成JSON 當 然後正規化之後呢 自己呢 這個去設定了 設計了這樣子一個 綜合各個不同的網站的介面 等等 然後再去告訴教育部 說你看你可以這樣子做 那因為我們拋棄掉 所有的著作權 所以在教育部 下一次採購的時候 它沒有任何借口說 不要把過門的這些貢獻放進來 因為我們都拋棄著作權 那又不用給我們錢 對不對 那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確實它就影響了教育部 接下來幾乎所有的 包含 重編過於資料網站的改版 包含 大家知道有 註印符號手冊這個東西嗎 本來就是一些 爛爛的那個JPEG檔 然後直接 直接放在 應該還有 爛爛的版本被撤下來了 我本來要有一個 before after的對比 那你現在只能看新版 那所以 新版的話你就可以看到說 現在新的 註印符號手冊 它已經變成 就是完全是想像樣圖 然後 這個就是夢點的精神 然後 這個 筆畫 然後 也有 內建MP3 然後 反正總之它變成一個 比較 比較現代的東西了 然後它也可以變成 但是這個東西如果不是 我們一開始在夢點的時候 自己從頭這樣子 用現金的科技做過 其實 教育部的 承辦不會知道 它開 就是開表開RFP的時候 它一定要把這些東西寫上去 就是因為我們在 臨時政府這邊 自己用這些科技做過一次 而且 如果你按 就是夢點的 關於夢點的話 我們把所有 我們用到的科技 就是它是 開發研發這些東西 全部都列出來 所以 教育部的承辦在開的時候 那你一定要用這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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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 然後 那廠商就不得不用 這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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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 然後 我們就會有比較現代的網站可以用 所以說 當然 消極的上面 當然可以去倡議 去備一個群體機 但如果你捧場會寫成事的話 有另外的話 就是 就是用GDNB這樣的想法 然後去自己下這樣子一個網站 然後 告訴本來那個 就是 家站的人說 你下一次 在開Stack的時候 一定要把我們的東西放進去 這樣 文貴先生說 文貴先生說 有人批評前一陣子要成立 假新聞查核機制 是違反新聞責任 甚至有危險 怎麼要演了責任 然後治癒 這部分如何更提之於它的話 保證的制度相互調和嗎 那這邊其實是幾件事情 就是說 我絕對不會主動使用這三個字 為什麼呢 因為這三個字沒有定義 每一個人看到的時候 等牢力出現的東西完全不一樣 法律裡面也沒有這三個字 那而且這三個字呢 我們老實講 它是某一個國家 我就不說哪一個的 某一個總統候選人 用來跟媒體過不去的時候 發明的詞 就是他把他媒體報導的 他不喜歡的都叫做假新聞 那這位總統就不說是誰了 那所以這位總統用這個詞 他就是在講 跟整個新聞界做對 所以基本上就是 誰看這三個字 誰就是在跟新聞界做對 那我是覺得不用這三個字 但我們現在在法律上 實際上有的太陽有兩個 一個叫做謠言 謠言是有的 在六法裡面有謠言這兩個字 那謠言的意思呢 它不是說它是真的或假的 它就是 你就是會傳播 傳播的時候呢 會請查證 就是這樣 這是謠言的操作性 那另外一個部分呢 是 所謂的 這個 刻意傳播的 就是 故事的 公眾恐嚇的 什麼訊息 那公眾恐嚇這件事情 也是存在的 在六法裡面有 公眾恐嚇的罪 恐嚇工作罪 可是這個東西跟假新聞 就是 假新聞它是 會把這兩個東西都 往上抄 然後再加上一堆 有的沒有的包含新聞 跟什麼不能一起吃啊 什麼東西 都會叫做假新聞 所以 它因為失去定義 所以事實上 沒有辦法處理它 所以 我這邊要講的是三件事情 第一個是說 這個查證是繼續去現成的 Facebook在英文翻譯已經上線了 它就是 任何時候 有出現一個訊息 這個訊息有 兩個以上的 它的一些合作夥伴 標定為 這個不實的時候 它就會顯示說 有兩個合作夥伴 標定為不實 那這兩個合作夥伴呢 就是 他們目前的七個合作吧 都是做fact checking 就是做事實查核 可是重點是 他們大部分的工作 是在查核當選者的 就是說它不是政府去查核這個媒體 反過來 其實他們是獨立的 中立的媒體 去把他們 可能總統講的話 裡面不符合物理定律 或者就是 前後矛盾的部分 把它一一指出 所以它一開始設計出來 是為了做這樣子的 平衡的一種使用 那所以一個 中文版本還沒有 然後我也不覺得 一定要有 但是這是臉書 他們自己在推的一件事情 因為他們 不希望 出現一個形象 就是你看直奔的 或者是你看什麼 別的消息來源 是比較可信的 而臉書上面的 全部都是謠言 因為這樣子 對臉書的品牌 一點好處都沒有 它也不會有 嚴重度 而且這樣子久了 你就會覺得 它臉書就是謠言的幾三滴 那這樣他們的廣告就賣不出去了 所以他們要盡一切力量 去試著 讓臉書上面的訊息 就是看起來比較 就是比較 有料一點 但是他們 符合他們的商業利益 那在Google也是一樣 現在Google的搜尋 如果你找到 某一個就是 就是 寫不實的訊息 一些謠言的話 它底下會 冒出來 這個第三方 去把它表明說 但是事實上是怎麼樣 或者說這是真的 或者不是真的 同樣的 也是因為Google 所以不希望它的Google搜尋 或Google新聞 都是寫下訊息 因為這樣子的話 你就不會想用 而它的廣告就賣不出去了 所以我想說 這些第三方查者機制 是這兩個大平台上 加在一起 目前好像 以美國的數字好像已經 七成六 的新聞 都是從這兩個平台上 就是看到的 的這樣子的平台上 他們想要 推這樣子的自律 以讓大家對他們已經喪失 到快差不多了的信心 慢慢稍微恢復一點 所以這個東西 並不是我們政府要介入的 我們要做的事情 是說 我們任何能夠回應的時候 我們本來就有一些 闢謠專訊 什麼東西 我唯一的建議 在二月的時候 就是我們把每一個回應 做成一個單獨的網頁 然後呢 讓Google 或者Facebook 能夠單獨一頁的 index它 這是我全部的建議 所以我不知道為什麼 最後會傳承出 什麼我指揮Facebook 或者我指揮Google 去建立這樣子的評算法 這個 就 差蠻大的 所以 就是說這件事情 所謂政府要介入這件事情 真的本身就是一個謠言 好 但是 回過頭來 就是Facebook 或Google 他們推出這樣子的東西 是不是 有違憲 或者違反言論自由 他們是不是 會 就是 導致特定的立場 因為演算法的關係 沒有辦法被突顯出來 這個確實在全世界都是在討論的問題 這也就是為什麼他們絕對不用真講 他們用的是 就是有爭議的訊息 的相互平和 它不是讓你不顯示 是顯示的時候 底下又跑出一個說 但是別人不是這樣子講的 所以甚至可以兩方的訊息 物為平和 那他們現在是用這樣子的方式來說 這並沒有 不算事前審查 因為你不是看 看不到 你只看到的時候 你看到另外一篇的說法等等 但是因為我不是他們的代言人 所以我也不會 這個一定說他們這樣子辯解 就是有道理 或者沒有道理 但我想強調的是說 政府除了讓我們 就是 即時回應的這些新聞稿 或者這些澄清稿 有一個固定的 不論你今天分享出去 明天就連不上的網址之外 那要做任何別的事情 好 政府的資訊整備 有關他的問題 很多的做百工 重複工 比如 上一號 庫克雲 他也是一個庫克雲 其他 縣市大學也自己的庫克雲 花人民的錢 然後做出一堆類似的東西 浪費時間金錢 與我的高度 適合不可能做整個 或該怎麼決心 這幾個嗎 一個是說 有的時候 地方他在創新上面 是走得比中央快的 好比像說 像那個警政的那個案 我記得就是 新北先 先做出一堆功能 然後做的那個人 後來到了中央 中央才出現 就是有效的功能的東西 因為他在地方的實驗 第一個他比較快速 能夠去疊代 去改一下 然後去傾聽大家的需求等等 那我們中央做任何東西 都必須要去平衡 所有不同的使用情境的狀況 他確實是比較慢的 所以 大部分的這種 尤其是跟人民生活有關的創新 是地方自己先長出來 這件事情 我覺得並沒有那麼壞 但是問題是說 等地方都長出來 而這些長出來的東西 彼此之間不對接 或者是因為 就是根本沒有對接的技術 這個確實是一個問題 所以 這個就是 我們現在有兩個機制解決這個 一個是叫做 世衛國家的這個機制 這個機制是 應該快上路 應該這個月底 會上路 是我們會固定 去把六都的市長 事實上就是他們的 就是諮詢局長 或者副市長 跟所有的 我們 關於 就是 諮詢系統 整個相關的路會 以及外部的專家 我們會 就是定期的 一起來檢討 有哪些東西是地方可以做的 然後 中央可以 然後變成擴大使用 同樣的 在 非都現實 如果他們自己沒有那樣子的 資訊的量 來設計這樣子的系統的話 我們透過同一個機制 希望力他們進的 就是 讀 能夠去幫忙去把 不管是資料核實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 資料清洗的工作 去幫他們旁邊的非都現實做 那這個東西都會列入關卡 所以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們希望慢慢的就是 先從 非都現實跟 中間的區域整合 然後再到 六度之間的整合 然後再到 可能我們從國防的角度 去把 裡面做的特別好的幾個 變成國家標準的 這樣子一個情況 有一個 至少按期檢視 那 如果重要的按月檢視 這樣子的東西會出來 然後我們設計這個 設計蠻久的 應該是月底就會起到 就是一件事 另外一件事情呢 是說我們在建制標準的時候 剛才已經講說 我們在採購的時候 就希望 前後段總開採購 那這個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這個系統 未來要做 它本來想像的目的之外的 各種利用的時候 它保留這些API的接口 能夠去接取 像講這樣非常非常的抽象 所以 不足的事情 給大家看片子 像這個是我們 NCDR的網頁 如果對技術 非常有興趣的話 可以到 track.ptis.tw 然後按 防救載 就可以看到 我們中間的 全部的 一些技術上面的 一些工作 那基本上 NCDR 它就是一個 大的一個儀表板 包含 目前的 天氣的概況 火山的檢測 道路封閉 供水 情勢 颱風雨量 降雨觀測 等等的這些東西 全部都 整合在同一個系統裡 那我們現在在做的事情呢 就是 試著把 不管是地震 颱風 災害前市 然後一直到 斷水斷電 所有這些東西 目前是不同的圖層的 我們會試著把它跌到 就是同樣的圖層裡面 然後呢 把它們用就是 相同的 技術標準 去加以 整合 那這樣的好處就是說 大家 不是只是在 災時關心這個東西 即使是在 平時 你也可以去 就是用它來 當空氣品質的檢測 或是未來 把Airbox 這些東西 慢慢把它整合到裡面去 也就是說 它會變成一個 類似 全域的工作平台 這樣子的東西 然後大家在這上面 就可以一眼看到 哪些進來的 這些圖子的資料 或者哪些 即時的資料 其實有問題的 或者是殘缺的 或者是我們之前 還有就是它所有的東西 都點在新鎮區的中心點 所以就是 因為以前沒有人去這樣子 有這樣子的 互動式的方法看 所以其實資料面積有問題 你也不知道 那現在這些東西 全部都呈現在 同一個平台的時候 我們就是現在叫做 民生公共無聯網的這個計畫 我們一下子就可以看到 資料其實不對齊的部分 那慢慢把它的品質增進之後 我們才能夠去看到 所有這些圖子中間的 互相的關聯等等 那未來才能夠引進 可能繼續學習 或其他的東西 去加一些整合 所以這個第一步 總是先讓大家看到 有多麼不透明 就是說 不是說一下子就都透明 或都有共通 但是你至少可以用這種方式 讓大家看到我們的狀況 到底多好或多藍 然後大家都看到之後呢 大家才有動力去 就是互相經驗 學習 互相經驗 大概是這樣子的情況 有沒有什麼 我在演講中很期待大家提出 但是一直都會被問到的問題 沒有欸 因為 因為 這個東西就是 就是所謂的 留下而上的 一程設定的 這樣一個想法 我如果有什麼 就是我覺得非常不可的 那其實我一開始就會這樣了 我如果一開始就請大家提問 意思就是 我有沒有什麼非常不可的事情 不然的話呢 其實我有帶手機跟別的電腦 我也可以自己 你去吧 我也可以放安裝 有各種各樣的方式 確實就是說 有些場合 尤其是比較嚴肅 就是比較大的一些場合 確實你將slide都PO上去 他們一開始是不敢問問題的 那個時候真的是要買安裝 但是我對大家很有信心 最近也沒有安裝 好 另外 另外 目前3D教育都著重在設備 內容更重要的教育才是最需要的 但是國教署似乎沒有著墨 如何處理它 這個是三個缺的問題 我不確定這邊3D教育是 什麼意思 我先假設它是 就是現在說的是 ADR或者是三維的建模 或者是這些就是基本的3D的編輯等等 國教署 至少在今年吧 他們把那個 就是Machine Learning 然後跟3D也一樣 這些東西把它看得非常的重 我們在提那個 前瞻技術建設的時候 這個東西其實是一個最大的差別 因為以前我們都要用年度預算 那年度預算好像都是八年 然後都已經變好了 八年六年四年期 然後我們每一年裡面能夠調的方向 其實是有限的 因為很多東西是它本來的計劃已經寫好的 那但是呢 因為前瞻技術建設是特別預算的 所以它其實是完全跳脫本來的計劃變成的這個想法 所以我們在數位那一部分裡面幾乎全是新興計劃 意思就是說不是本來的就是挑出來的這樣子 再來在別的幾個裡面有一些是別的 本來已經做百分之二十 但是因為做太慢了所以調進來 但是數位這邊幾乎都是新的 所以我們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就把機器學習跟就是ABR3D相關的東西 特別著重在上面 因為以前的多年期計劃裡面真的比較少 就是這兩個東西 所以這個東西是我完全同意 完全同意這個論點 然後我們在現在技術裡面花了滿多時間去設計這個 請問公務體系最需要改善的部分是什麼 我覺得有非常多啦 但是最大的我覺得還是勇於求救這件事情 就是事務官他本來按照公務員服務法 如果他覺得什麼東西是先期的 他想要跟人民分享對公益有必要 只要他長官講一句沒必要 就沒必要了 因為必須服從長官去執行 然後這個時候除非他直屬的政務官說 但是我還是覺得有必要 那兩極這個相偉背是以高的嘛 對不對 那所以在他的情況下 就是說他也覺得還是有一些空間 但是除此之外 因為就是剛剛那個講的分工設計 讓他對於話執行以及話不回 都平常沒有聯絡的管道 所以就變成是說 如果他的長官或他的長官長官說 這件事情都要跟旁邊講 他壓下去 他根本沒有辦法找到人來幫他 就是他等於講他沒有怎麼吃魚的這個能力 那我自己覺得說 如果一個機關長期沒有這種橫向組織能力的話 他碰到新的事情的時候 就會完全喪失文英的能力 那這個東西是非常非常嚴重的 那因為我之前在錄的前 我都是在附到一些很大型的NPO很具有 或者也是有一些小業公司 來做這種內部橫向多的平台 所以就發現說其實就是 行政院並不是特別嚴重 我們還有很多更嚴重的 所以其實說這種東西 我們導入資訊工具的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把興趣類似的人 讓他們知道說 我們並不孤單 然後他如果在柯層裡面呢 被什麼東西壓下去了 他可以知道說有別的工具可以用 他不是只有電話跟E-mail可以用 你如果只有電話跟E-mail可以用的話 你很難說我一次寄信給全國幾萬個公務員說 有沒有人可以幫我嗎 那你明天就走路了這樣子 就是說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就是說你需要一個reply optional的一個方式 就是說你能夠把問題掏出來 然後願意解決的人幫你解決 但是都不會覺得踩到誰的線 的這樣子一種比較新的勾動方式 那這個就是我們在開放政府聯合人機制裡面 試著做出來的就是 任何時候他在政治上面覺得受到困難 受到打壓 受到委屈 然後我們去鼓勵他說 但是你提出來 然後大家討論 我們每個禮拜五討論之後 接下來禮拜一 我就一定會去政務會議 跟其他政務會員跟院長 去講說用上禮拜五討論什麼題目 所以他等於是在事務和政務之間 有一個以前都是往下壓的 但現在有一個往上浮的一個 每個禮拜一定會發生的管道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希望可以慢慢把這種 就是雙向溝通的這個概念 用於求求的概念把它推廣出去 林娜爾同學說 您總是有很多文字的想要 溝通想要工作 包含它是武德哥和Series文化 在跨語言傳譯中 覺得最有挑戰的事情 是什麼 我覺得當然文化還是最難轉譯的 其實它並不是只是翻譯而已 如果只是翻譯而已 其實現在機器學習做得非常好的 我每次去翻這種最基本的 事實性的技術文件的時候 其實現在幾乎全部都是用AI 我已經很少手頭翻新東西了 但是這樣子翻出來 它就是性打壓 它可能就是性而已 其他都沒有很好 然後如果那個看多了 就是對語言的感覺會頓話 所以我就說大部分的工作 其實它還是比較是一個在創作的一個工作 就是當你翻過來之後 你現在手上有中文了 你還是要回去去看中文 然後去把那個中文弄成一個 你希望你的感覺有什麼感受的那樣子一種東西 它跟本來的那個英文作者的那個感受 其實可能已經不一樣了 它文明是一種重新詮釋 那這個東西也是目前機器比較難來取代的 因為機器很難在腦裡形成一個 theory of mind 它很難去預測讀者在看的時候 會有怎麼樣的感受 所以我們做翻譯的可能 現在只剩這個部分可以做 然後可能還可以做個四五年吧 然後之後也不一定 所以我們目前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還有挑戰性的 那還有挑戰性就是還有人類的創意 可以介入的部分 那但是就是未來可能也要找到 胡佑天同學認為政府是以古老作為系統 而經電腦不及懂 城市的人多了之後 對政府的組織與情閉 當能有新的理解乃至改革方案 可知此進程已在推動 可否分享你們迄今正在面對 尚未解決的一些難題 有沒有同仁願意對此做些階段性的理論總結 所以我們胡佑天同學真的是 比較稍微需要念慢一點 OK 看一下這個要怎麼回答 我們之前有一個專題 就是我們在學資訊的很容易有一種幻想 就是說我們在那個 有一點像數學證明 證明沒有問題 但是我們在學資訊的很容易有一種幻想 然後就可以寫成時間 寫成跑的時候就不用再管 就是那個所謂自動化的許諾的這樣子一種東西 那在任何別的領域裡面 你從有一個想法 然後到實際deploy下去 都需要等 等幾天等幾個月等幾年等等 但只有在資訊能力 幾乎是完全不用等了 你想好了你就做好了這樣子的情況 所以它就是很容易讓人有這種幻想 是說我們有一個新的理解 跟一個新的感覺方案 那我Google之後一直在學習的 就是說文化或者教育的東西 它不是像我們寫成詩這樣子 我們寫成詩的時候 我們不需要去玩 就是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就是說我大部分在開會的時候 旁邊都有一位素律師 都有Wendy 然後他一分鐘是打350個字 所以打次比我講話快 那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是我每一次一開完會 做資訊就好了 那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對於開會的人 它是一個連續的體驗 就是他講完之後 他馬上就去看主資稿 或至少隔一兩天 就去看主資稿 然後所以十天之後 釋出對大家的問題 可是呢 在台灣有能力 一分鐘打到三四百字 可能五個人 對 那所以真的是曲折可數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這個東西 就不那麼scalable 那但是呢 對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我們今年的 其中一個題目 就是要開始引入AI 然後要去把就是 聽寫這些事情完全的 聽打這些事情完全的 自動化 然後人做的事情 就是去改一些同音錯字 然後以及加一些上下的一些 挖號 就有點很大便的劇本 這樣子一種東西 就我剛剛講的編輯工作 那但是呢 當這個這樣推出的時候呢 這個Wendy 她就很有壓力 對 一方面是就是結構性實驗嘛 這是一部分 但另外一部分是說 可是那是她就是 這麼講的 最擅長的事情 而且是非常強厲害 她也學了很久 但在這樣的情況下 這個東西 她不只是說 我不是跟她說 我們按照城市的沙漢推演 你接下來的實現智慧更高 因為你就是有一些domainology 你可以做出品質更好處子 而且必須要花那麼多的時間 在打赤上面等等等等 可以做很多加持的工作 你這樣講是沒有用的 因為這些事情是包含一個人的自我認同 或者一個人他的一些自我的 就是client 它是建立在一些重複性的 而且接下來就可以做得更好的事情上 所以像我剛才講說 我們翻譯的人可能還有三四年 然後又要不要再去找別的挑戰 那個心情是一樣的 就是說 你在做文化或教育工作的時候 不能只是說 這個 我們面對它 我們想到更好的方式 我們解決它 然後等等等等 然後這個時代就往前走了 更不是這樣子 而是說我們要同時 照顧到所有人的先例跟感受 然後要讓大家知道說 我們怎麼樣慢慢慢慢的 在這個中間去互相理解 然後這個互相理解 是可以超過我們每個人 對自己的技能 或者對什麼特定的東西的 pride 而變成是 common good 那這個東西講得很容易 但是事實上任何做個獎 都知道那個是幾年幾年的工作 所以在這樣子的過程裡面 就是說它當然是在推動 然後我們正在面對的 其實就是這種 我們說行政數位化 它會在流程上面 大幅度的改變一個人 他上班到底是做什麼事情的 the justice description 甚至很多人的工作是要自己寫出來 而不是像以前那樣子 只要看你的上一站跟下一站 做什麼就好 而這種創造性的重新定義 它確實是讓人感到非常不安的 所以就是為什麼 我現在絕對不應推 都是事物體系 習近項需要解決性的問題 比如說因為新的流程來了 所以他們突然間要多掃描 很多東西 突然採購掃描期 非常的慢 你掃一本書 可能也要掃十秒 那這個時候我就會跳出來說 你知道現在有自動翻頁掃描期 然後那個攝像頭在上面 你只要翻完你就掃完了 然後甚至可以幫你自動翻頁 但是我絕對不會在有這個需求之前 就跳出來說 你知道玩家 你住這個機器 你就可以做更有意義的事情 那這樣子不會會 所以通常都是 我是發生問題的 然後出來 然後解決問題 然後試著把省下的這個時間 把它channel到 能夠做真正的跟人民溝通 或是一些創造性的價值團團的事情 而不是又回去再三個路人供給他們 那這個是階段性的一個總結 它目前還沒有完全的理論化 那但是我們一直有在跟學界協作 所以慢慢慢慢會有一些 就是論文跟一些srl出來 今年9月剛才會有一個開放政府報告 那會在那個台灣的就是 WCIP就是世界諮詢大會 所有的說明 目前所謂的工廠經典裡 能夠創新經濟體 因爲我們會將使用者便利電 解公益這個需求者 但對這些全球化危機器來說 政府最頭痛的問題是課不到稅 所以與參選部門討論這部分運作建議 另外要推動FB Start 有人認為政府不應該跟FB Google 微軟如此緊密 那麼 外觀力上場是什麼 兩個很好的問題 我們在5月即將上路的就是 跨境電商的那個稅集落體的這個制度 這個制度 理論上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 那其實它也拖很久了啦 那我們大部分 現在你去FB買廣告 其實還是可得到稅的 只是買的那個人幫自己交稅 而不是FB來交稅 那從5月開始慢慢就會變成 我們是由這些跨境的平台上 這邊設定 學習太平衡吧 沒有記錯的話 然後去進行可稅的工作 所以這部分其實是我錄了前 他們就已經完成一件徵集的 大家都覺得是可情方案 那 所以當然 我們之前也碰過說 覺得很可心的事情 推下去 就反悔 也是有 但是目前 我們目前看起來 他們好像也要反悔 所以我們就實際到5月再來看 FB Start這邊 有人認為說 政府應該跟這些 這些 就是 準 主權 屍體 如此緊密 這個是很 很掉落 就是說 在網絡質疑上面 在每次發生 就是這種多方的利益關係 要調和 然後要找出一個多贏的狀況的時候 我們通常有兩種不同的 的 握選的方法 一種是所謂的多邊加工 就是聯合國就是代表 就是說每個國家派一個 這個代表 然後呢 他們組成理事會 理事會 整個輪調 可能有些人有常任 什麼之類的 然後呢 但是呢 就是每個國家代表 大概都要同意 然後大家盡可能 argue 出一個大家都 就是不上面子 的這個方式 然後就下去做這樣子 這是聯合國的錯法 但是這個錯法呢 也有一些問題 就是說 常常有時候 好像說氣候面前 在一個國家裡面 可能只有一小撮人 他們是住在靠近海邊 然後氣候面前 溫度上升 他們的棲地 就是 住的地方就要消失了 可是因為他們在這個國家裡面 是少數 或甚至是被歧視的人 所以說 在這樣的情況下呢 這個國家聯合國代表 不一定會把他們說好 那 所以其實真的要講是 就是氣候面前的時候 所有那些住在 海馬比較低的人 的利益關係 是切身的利益關係 這些人組織起來 其實是比他們的 單一的國家代表性 要來的高度 那像在巴黎CLP21的時候 就是 採用這樣子的 所謂叫做多利益關係 人的方法 就是說你的發言權 不是來自於 你的國家有沒有席位 而是來自於 你能不能說服大家說 這件事情 會跟你的利益切身相關 那麼只要有 就應該有發言權 我們在網際網路 在公共治理上面 一向都是用後面這種 就是多利益關係的方法 那台灣呢 因為作為一個 2300萬人的NPO 我們 在國際上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其實很適合 用這個方法 因為如果用 多利益關係的方法的話 台灣有非常多地方進去 雙邊的話 偶爾進去 多利益的話 可能就是Atech 可以進去 但是其他地方 真的非常困難 這個是實情 所以當國際的組織 慢慢開始從 就是多邊跟多利益關係 是進合 然後 像網際網路 iCan 他們必須保持 這個多利益關係方的這個架構 然後國務院 被聯合國手邊的時候 台灣其實是 在以前到現在 我一直都覺得 應該花比較多利益 去倡導 多利益關係方的這個東西 因為台灣 對大部分的全球議題 都有利益關係 但是在多邊組織裡面 全大部分都沒有代表性 所以這樣情況下 我們又往前面推斷 我們全球議題 但這是我的個人的 就是外交以及真實的想法 它不一定是對 只是說我的經驗上面是長的 所以你就會看到說 我出席非常多這種多利益關係方的 像開放政府聯盟聯會在巴黎等等 然後它就是多利益關係的好處 就是說你的利益關係是自己的 所以我只要說台灣要再做開放政府就可以 然後他們就說 那所以我去也是台灣 台灣的Digital Minister 就是反正稱號就是我自己寫 多利益關係方 但是他們給我的那個入場的卡片 就是粉紅色的 就表示說這是NGO這樣子 那所以這非常有意思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我的 不管是曝光 或者什麼是動員 所有的能力 都不適於任何其他的主權國家 因為對他們來講 主權國家也不過是另外一個 多利益關係方而已 他們並比起NGO 或者比起這種FBI 它也並沒有因此而有更多的行為 這樣子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台灣不管是從哪一個角度潛入 我覺得都跟這種非政府代表的實體 做聯繫 或者是做比較有友誼關係的這種 共識覺的這種東西 我覺得是有利的 好 那但是當然是否就是說 這樣子算是過於緊密 這個是可受公平的 就是說如果大家覺得說 有這個什麼喪尋路過之前啊 什麼之類的話呢 當然也要隨時讓我知道 但是如果只是就是 互相加超聯繫的話 我是覺得 我自己是覺得很好 今天早上 上午腹中敲勤的時候 發生 學生為了抗議消防 在典禮進行中斷電 並丟下部條抗議的狀況 據了解消防已經報警 並直接由警方 逮捕該位學生 我的成長經歷 求看過 讓我印象深刻的抗議方式嗎 相關資訊請見 只是需要我打開意思嗎 OK 警方陳情 我們既沒有抓學生 也沒有把人探回警區 所以有報警處理 但是警方沒有把他抓回去 好 再見 好 Anyway 我有沒有看過印象深刻的抗議方式 我看過最印象深刻的就是 1996年2月8號的時候 當時2月 我是1995年 才整個改去用全球諮詢網 我以前用了一些比較舊的 大家已經沒有人記得的 Gopher這些東西 總之呢 我進入全球諮詢網之後 就有網頁 有搜尋引擎 然後就創業了 做了非常多事情 然後 但是在 1996年2月8號的時候 我常常的所有的網站 的那個背景都變黑色的 然後 他們都掛上了藍絲帶 然後來抗議 就是在當時 在網路上 散發 什麼 違反工序 兩組 可能有 強派青少年 身心之餘的 這種網站 就要被斷水斷電 然後 這個 而且還可能有請責 的這樣一個 很誤會的 這個法案 那這個法案呢 當時就是 整個全球諮詢網 我手的那些網站 EFF 這些 全部都變成黑色抗議 然後當時其實很有意思 因為我本來以為 忘記忘錄 其實是言論自由 可是那一次真的是 讓我們感覺到說 這是集會 這是集會自由 但是 已經是一種遊行 然後 它 雖然是虛擬的 但是 對人造成的那種 就是有一堆人正在抗議的 那個感覺 並不虛擬實體的 抗議 那這個東西 確實也造成非常大的壓力 就是 他們的女代表性 像也是被關爆 也是被打爆 然後 一直到就是 法院從出生到 最後這個憲法 最高法院都被 認為是危險 所以那個馬上 那一個法院被撤掉 然後 這種事情 所以這種動員 也是非常有用的 所以我後來都 覺得說 就是透過往旗網路 進行動員 但是 落實到實際的行動 作為O2O 這種方式 是非常好用的 所以我印象最深刻就是 1996年的藍四代運動 當然後來有 參加了非常多的運動 想請問在自選上面 遇到最常見的困境是什麼 在有學校自選網之前 最大的問題是 我會知道 我想要解決的這個問題 應該要怎麼去問 就是說問正確的問題 其實你差不多 就已經解決那個問題了 通常會覺得一個東西很難 或者是很難 就是讓人 模糊 是因為 沒有辦法用一句話 把那個問題講清楚 那大概如果完全是自選 然後沒有一套方法論的話 其實是很不容易 去把一個問題問清楚 那我在講是 一直沒有脫離 學校提醒 最大的 的一個 原因也是這個 就是說我們沒有一個 知識坐標 那但是有了 全球自選網之後 就發現知識非常容易的 你只要找到社群 在那個社群裡面 你可以透過這種 共同討論的方式 慢慢慢慢凝聚出一些 就是共同講問題的方法 所以我會覺得說 自從有學校自選網 以及從選手上 可以看到這種 共選社群之後 你只要找到了 正確共選社群 其實就差不多 可以解決這樣子 一個困境 但如果找不到的話 確實就會有那種 就是自己覺得 做了非常多事情 但事實上 一開始那個問題 就沒有再跟你 現實對齊的 這種脫離現實的狀況 這確實是有的 可以如何接受 和追蹤線的政務工作 非常感謝 這是這位 你女朋友的自告奮容的挑坑 當然有幾個 非常具體可以做的 一個就是說 我們大部分的工作 其實在線上都是 完全公開的 Track點 PDs.台灣 你就可以看得到 那這裡面 我們慢慢也會把 我們正在用的工具 就是推廣 然後也會 有一些 所以就像剛剛講的 一個共學和社群一樣 其實最能夠幫助我的 就是上 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 然後挑一個 你感興趣的地方 或者是中央的政府 可能挑一個 你感興趣的一個計畫 我也不知道 大家關心什麼 休閒農業 青年農民培餘 污水下水道 脫育管理制度實施計畫 另外 然後 反正你關心 然後看一下它的 就是執行成果 它的 預算的執行率 然後如果你有任何覺得 我們可以做得更好的 就留言 在中央獎這邊請教 就是任何 目前預告中的這些話題 如果任何覺得 就是有可以貢獻 或者是 可以讓我們 有所警惕之處 也是歡迎來留言 像 魚腔財庫水產 動物禁魚區 就有非常多的討論 然後 如果 這兩個都沒有的話 那你也可以自己提一個點子 像說 公務人員可以合法組公會 或者是 什麼 欸 之前有過一個高中學生 這個 可以 比較晚上課 對不對 反正 我們這邊會有很多 題目是 跟教育有關的 還有建議將教官留在高中校園 就是了不起 OK 像這個 這個就是國教書 這個 大概 不會自己聽的一個 但是 但是 因為在這上面 真的是 相當多人的臉書 然後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教育部 真的很認真 很去討論 而且最後才踩 然後 加到教育部 主管高級中文學校 在校作息時間 會到處理實際 最後應該是落實到 每個學校自己訂 沒有記錯的話 但我們花很多時間在 就是認真處理 體驗這邊的東西 所以如果你有什麼好的想法 或是你在上面看一下 說有沒有什麼 已經正在連輸到一半的 那也可以就是把它 散播出去 這位朋友認為感覺 我是整治內的生物 應該是 整治內的生物 確接政務委員 過程是怎麼樣 這樣有缺的問題 我其實從2014年底 就已經開始跟行政院協作了 當時是以進化顧問的身份 然後參與前政務委員 然後做馬 然後也跟上山正前政務委員 後來副院 後來院長的一些 主要是開放資料 相關的部分 有協作 然後當然是進了 各馬會 那這些部分都是因為 從2014年底 當時毛澤哥老師 上來之後 採取一個 以敵衛施的 一個戰略 就是說 因為在2014年底 大家都已經知道說 就生一年了吧 然後在那樣的情況下 他們深自檢討發現說 如果不擁抱開放資料 跟民眾協作 他們當時叫做 中保 中外保 這兩個開放政府的 最基本的就是 透明跟參與 那當然後來 我們再加上課責 還有這些 但是如果透明參與 都做不到的話 其實當時 就是人民對政府的 就是信任的程度 可能已經 快要到福德了 這樣子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那其實不太可能 有別的做法 所以當時 他們就是很願意 正觀體系 就是跟 我們民間這些做組織的 或者做 這個 computational politics 的朋友學習 那所以我們就一起 做了蠻多的案子 所以那在那樣的情況之下 我就發現到說 其實事務體系 相當的 receptive 就是我記得 我第一次 2014年底吧 去跟所有的12指等 上了三次課 然後等於是 所有的12指等 都見過面了 那他們其實很多人 都對三一八相當的 覺得很棒 然後還有人 這個實際上有去 還有人小孩有去之類的 就是說 跟我們當時 對政務體系的 那個想像不一樣 從事務體系的角度來看 很多 很多當時運動的 一些訴求啊 一些東西 就是 其實有點講出他們的心 甚至他們的事務體系 不能講而已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是說 其實一下子 就有相當好的呼吸 所以後來我在工人員 訓練中心 應該是訓練了 大概上千名吧 的事務官 然後就是用這種 只要用 澄清取代維新的方法 去跟你們溝通 然後 所以因為 也是因為我一直跟事務官 而不是跟政務官 而不是做 所以就不需要有打派啊 什麼選邊站啊 什麼有的沒有那種 沒有無聊的事情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後來 林全老師問我說 要不要當 就是政務委員的時候 他一開始是 是 要我去幫他找人 然後我就問了很多人 然後他們都不去 明明不明 然後都說我很捨不 所以當時我就是跟林全老師說 其實我在外面 很多時候事情比較好做 因為事務官想要我幫忙 救救的時候 來找我 所以他們是有動力的 但是我如果進來 當事務委員 我硬壓他們去做什麼 的話 那個心理疾磚完全不一樣 所以 你如果要我進來的話 我還是要保持 我本來在外面做事的方法 就是說我覺得 不會硬壓任何東西 然後事務官 有需求我才扶上來做 然後 我絕對不看國家機密 也不碰任何民間 任何民間來這邊 我就給別的同仁看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才能夠繼續 沒有黨派的去做 就是行政書文化 開完政府的工作 那後來李招希也是很開營 我說OK啊 就這樣吧 所以就做了 所以其實我不管是 當政務委員 還是以前那個顧問 其實做的事情 是完全一樣的 那現實是說 納稅員就是付我 其實比以前少很多的薪水 讓我不要幫蘋果 幫忙其他的民主想事情 而專門幫行政院提醒事情 但是工作的方式是這樣 所以科技順行轉換 以前會文書助理人 提到很小專長 現在莫在庭 請問心目中的資訊教育 應該是什麼樣子 應該有哪些心態 跟哪些能力 我覺得這裡面很重要的 也是我們十二年國教科 剛剛把資訊與媒體素養 不是當作一科 而是當作一個核心能力 要融入各科的想法 所以說其實資訊 並不是拿出去一些上市 當然你會所謂的計算思維 設計思維 那就是很有幫助的 但是最終 還是你碰到一個新的狀況的時候 還要怎麼組合現有的工具 然後省自己一起的這個能力 就是我們叫做Header的這個能力 那這個能力 它必須要是在每一次 我們當時有一個叫做 Perl 語言的 就是我的三生母語吧 的那個設計者 Larry Ward 他就是說其實很多才是發明的一個女人 所以說如果你就是很勤勉 然後每天都做一樣的事情 做榮詩歌 做得很開心 那你永遠不會去想說 我能不能引進什麼自動化工具 幫我省一點力氣 那所以就是說要不耐煩 然後要不耐惰 然後可能要有一些炫耀的心態 那這樣的話 你才能夠去找到新的工具 節省自己的時間 還願意去把它傳播給別人 那這個東西我覺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是這個美德 跟我們傳統的文藝時代的美德 非常非常的不一樣 但是在現在就是說 就是必要的 因為如果不是這樣子 你如果太習慣於 當一個有用的人的話 那可能那個用處 過兩年就不見了 那這樣子的話 就是當一個有用的人 跟一個人對自己的自信心 如果結合得過於緊密 那就會發生很多 心理上的一些難以挑事的情況 所以反而是要培養那種 無用的那種感覺 這樣再講出來很懸貌吧 但是我會是覺得說 這個真的是蠻重要的 就是人不是要當有用的人 這件事情 現在取得資訊的方式很多 最容易等於選擇自己喜歡 有效率的方式 自己的資訊 如果連老師自己都覺得 教育師會不會不受歡迎 沒有效率的方式 那麼我們能夠做什麼改變 我覺得其實107X10黑的時候 我們很強調就是說 老師只是一個共同學習者的感覺 就是說如果你自己對這個學問 或你自己對學術做出貢獻 或對教學這件事情做出貢獻 還是很有熱情 那這樣的話 其實學生會感染到你的這個熱情 然後願意跟你一起學 但是不是說你要教學生什麼 而是說學生他自己想解決的問題 可能也不是你想解決的問題 但是你願意跟他一起學 然後一起學一些新的 能夠解決他的問題的東西 那這樣的話你看它就是一個意識異有的一個關係 那這個關係也可以持續比較久 然後也比較深一點 但是我覺得這件事情在以前很困難 因為半期比較大 少子化這個趨勢越多 這些事情就越容易 這是一件事 然後還有就是說很多時候 此刻後你透過非同步的方式 透過一些網路社團 或推過現在不是有一些就是 老師之間的一種共筆 共同貝殼等等這樣子的社群 才能夠慢慢的讓老師跟學生中間 也不是就是微學的這樣子的狀況 我覺得這個就是 就是你自己對於學習的心虛本身 會是最大的一個改變 李娜海同學問說 剛才提到在學習院上 仿佛提醒介紹時間之後的未來 以及其他的學校 對我而言 對再一個十年之後的未來 有什麼樣子的想像呢 其實未來已經來了 但是還沒有均勻分布 所以就是說 像我在院裡面的這種做事的方法 就是開每個會 都立刻馬上有注資稿 然後東西都是用結構化的方式 進行公開 然後看我們用的工具的話 就是我們直接用VR來開會來做設計 然後用business origami 用看板法 這些在業界 尤其是做敏捷開發業界 其實已經流行五到八年了 是老生常看的 可是在工部門裡面 其實以我所知 從來沒有一個真正的 從這段位敏捷的開發案 什麼在庫 就是我們在開RGB的時候 裡面的範本都找得出來 所以我們就會發現說 其實有的時候 未來已經來了十年了 像這種敏捷開發的這種東西 我們在軟體業界已經十年了 但是從工夫人的角度來看 它幾乎是外型語言 就是他們從來沒有聽出過這件事情 所以這裡的重點不是憑空去想像說 然後十年之後工夫體系是怎麼樣 而是把眼前十年的業界的一些經驗 然後慢慢慢慢的導入到工夫人裡面 那我覺得這個是比較紮實的 也就是說這個像是惦記在第一手經驗上 只是說工夫人的很多朋友 他沒有講過第一手經驗 所以我們讓他們慢慢有這樣子的第一手經驗而已 不從這樣的學校 如何在未來的教育中定位自己的角色 這個問題應該要問你們吧 為什麼要問我呢 沒有問我有什麼意義呢 我不知道我完全沒有概念 因為在未來的教育裡面 尤其是明年課剛上了 就每個學校要培養自己的課程 然後要有自己的課法會 然後要有自己的這種東西 我當然可以建議說 你在那個結構上面 你越就是越保持多方利益關係人的模型 就是包含是未來的學生 現在的學生、校友 這些東西全部都納入這些利益關係人的討論裡面 它越能夠結合實際 而不是櫻桃某個人的某個理論 但是到最後會長出什麼樣子的東西 完全是看這些利益關係人怎麼想的 也不是我能夠去智慧的 家旭同學問說 證明所之間的說實在欄引擎 他看製造教育上有什麼政策的幾句話 對方在體制面上哪有什麼變化 107克剛的有什麼改變 製造教育 這邊長的 我相信長的是沒有改變 就是包含陰體 以及一些高度不動性的東西 的一個配置 資料教育 它其實是一個完全是文化決定的一個東西 它必須要先決的說 學生自己做一些只能計學 他自己問題好 比如說我記得有人用3D1表情 設計出一個專門喝完的那個一開罐的可樂 那一個有點像是扇形的那個東西 你用3D1表情印出來之後 你可以很容易的把它蓋上 然後所以那個可樂的氣泡就不會消失 然後你把它走之後你把它拿起來 然後你就可以喝 然後這永遠沒有辦法量成 可能也沒有把它做出什麼 這個了不起的什麼東西來 可是它確實解決切神的問題 而且非常適合跟人分享 也就是說我們慢慢的要去想說 所謂的創業它不只是自有主義 如果你是市場經濟所鼓勵的那種 你一下就要放大一下就要有什麼回收 相反的它如果解決社會問題 而且你可以省大家的時間 而且你可以炫耀的話 其實這個東西就很有文化的價值 即使它沒有那麼大的經濟價值 那這個就跟我們現在在推動社會企業 也是一樣的道理 就是說如果你現在創業 然後一下子股東可能沒有辦法 把投資的錢全部賺回來 但是他投的每分錢都能夠解決3、4分的 這個社會問題 比起它實際丟到慈善為的捐錢來講 它是更有效率地在用它的投資 那用這樣子所謂的社會 投資報是一個想法來想事情 其實很多東西它是比較慢的 但是就是可以比較不那麼急功近利 而且也比較沒有那麼 就是同一個生態位之間 彼此競爭那個情況 因為同樣是解決社會問題 不同的角度可以解決同一個社會問題 但如果你只是競爭某一個市場的生態位的話 你賺一分錢可以上賺一分錢 所以就是說要把這種零和的東西慢慢慢慢變成 就是功能啊功耗啊這種東西 它是我們的政策 就是不管是青年創業還是受企業 都是這樣子的政策 那我們的推廣 那有一些計劃啦 現在有一些想法 像把這個東西納入公共購買啊 或者是以製造的角度來看 去做一些國際的一些連線一些媒合啊 我們會參加FetLab的年會啊 他們讀魯斯的那個FetLab的 下個禮拜就要來海北 然後去談一些就是在Maker的這個教程上面的一些合作等等 所以這些東西都是都是社群在推動的 他們是碰到什麼卡關或法令 需要鬆綁 或一些這個政務官員 可能出來稍微露給贊助一下什麼的 這個情況之下我們可以幫連忙 但是這個東西完全是 奧利監的開放社群的力量在推動的 目前政府廠商學校買版權的軟體會需要付費的作業系統 是否就該自己解決的 怎麼會推給業務單位電力預測自己處理呢 這裡面有幾個啦 就是說有一些東西 確實現在已經自由軟體已經可以做得很好的 那好像另外一期 我現在才用Finefox 當然它並沒有任何變得要緊張 那有些東西呢 例如像說LiberOffice 你在推的時候就確實需要一些策略 它不是一下子進退就可以推上的 它必須要從這個當然的實作業流程 什麼的讓我們加以做一些調整 那有些東西像是Linux 那你除非把它完全改頭換面 不然的話其實很難推 那你如果完全把它改頭換面 好比像說我們還叫做Android 突然之間就很好推 目前已經超越Windows 變成最多人用得上網的作業系統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每一個推這個東西都需要一個策略 它不是說 就是說我們要取代版權軟體 就可以馬上取代版權軟體 但是反過來講 我們只要在每一次採購後 每次採發的時候 都讓願意運用開源軟體的朋友 有進來的空間 以前採購的時候 是連這個空間都沒有的 而且這個進一步的就是讓它在 可能驗手的這個過程裡面 可以更比起感權軟體來講 可以更順暢 慢慢我們就會有一個 繞著自由軟體的一個生態性出現 但這個東西不太可能 一兩個一個做出來 應該看國外的經驗 都是要四五五以上的時間 所以在這個轉型的正統級 還是會有這個問題 不是萬寧的 但是我們會慢慢的往 就是萬寧的角度去走 還有三分鐘 具有限的條件的串聯者 為了滿足短時間的立體 管線模型可能會損 損及顧慮長期的利益 要怎麼權衡顧及 滿足一個族群的長期利益 非常非常好的問題 這裡面當然就是有一個 就是我們在做決策的時候 要一直保持著 溫動修正空間的這件事情 如果你現在就是做十年的計畫的話 那大概到第五年就完蛋了 所以我們現在做 他們要說前瞻技術建設的數位部分 其實我們才plan四年 不像其他的就是plan八年 而且我們這四年裡面 又是兩年的管弄修正 那同樣道理 就是數位國家方案 也是八年的方案 就是我們一年一年 就要環保檢討 兩年就要 就是把那個時期的 影響就要去改變 這裡的意思就是說 確實外面的情況 改變得非常非常快 所以我們每一次 多利益關係方 達到一個稅務管理單科 接受的時候 都要理解到說 這個可能是接下來 半年一年的情況 那同樣的 像現在在 可能的金融創新實驗條例 也是他的這個實驗 可能就是六個月 或者是十二個月 但是在這段時間裡面 法令的修正 就是顧及到未來的 可能在一年兩年的這個狀況 可是我們大家心裡 都要有一個提 就是說 在這兩年如果出現新的時間 法令還是有修正的空間 那這個東西 就是大家一起由下而上修正的 那這件事情 我覺得慢慢大家 就要習慣說 就是事情是這樣 那如果不是這樣子的話 它是一定會損起上去的 其實就是這樣子 最後一個問題 黑客森的進行方式 目前成為多方進出 仿效的一種方式 證員多少期待 帶入決定聯盟 是進入政府 但是第二人批評 政府加入的是 削弱網路行動者的外部力量 喜多 怎麼樣認為呢 我是覺得拆政府 從裡面拆比較快 然後 所以 所以應該 我們說拆政府有利重建 那在這件事情上 我真的覺得蠻多的十五官 我們以前都是說 這個黑客公務員是黑客 然後 變成公務員 可是越來越多人 他是 本來是公務員 像小童 本來是公務員 但是就是 被文化感染了 然後之後 就變成是用黑客的方式 來做事情 那隨著在公務體系 大家越來越多知道 就是我們這樣子做事情的方式 協作的方式 他可能就會加入這個寫膠 就是他不會去用 說我是黑客 或我是拆政府 但是他在做事情的時候 會去想到說 我讓普特定利益關係人建議 說不定 對我來講是有幫助的 我之前只是沒有想到 我這樣子做法而已 但其實文化傳染到這裡 其實就已經 滿成功了 所以這裡的重點是 讓行動者本身 在公務裡面 單一行動者 自己結合成網絡 而不是說 外面的網絡行動者 硬要他們都進政府 其實願意進政府 真的是少數 所以這件事情應該 如果GINP是一個傳統的運動團體 是有特定訴求的 確實有許多的問題 但是GINP沒有什麼訴求 他就是一種傳染中的文化 這樣 所以我覺得這個狀況是還好 好 以上就差不多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我們校長也親自到現場了 那我們有一個禁止 就請校長給你 我們也感謝 謝謝 拍照 感謝 好 謝謝 好 當中政府委員 我想我最近 在網路上看到你 對於網路使用你的分享 我想對我的啟發滿大的 我想提到三個觀點 第一個是基於事實 第二個是分享感受 第三個是教育建議 我想非常感謝你 今天給我們看 你們知道 謝謝 謝謝 那我們就到前面一起 全部跟委員 可以跟你一起合到嗎 我們就一起在前面搭 好不好 謝謝 不行 太 Minute zaten 好 consult 好 快快拿 ow 快そう 我們先試試一下 再來一張 再來一個 俏密一點的 第三張 再補一張 謝謝 謝謝 謝謝